停工是誰 停工是柯文哲 放水復工 8月8號 2018年放水復工 也是柯文哲 對不對 然後發建造也是他 全部都是你 那現在跑出來怪中央說 消防安全卡關啊 怪這個蔣市府沒有負責任啊 要現在負擔啊 是 還說什麼台北市的消防安全可以自己把關 如果這麼簡單 你當時就不用做這個註記了 你當時就可以讓他過了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都是台風天沒話聊 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聊 然後這個民眾黨的議員陳友誠居然講說 是廠商不敢辦 我覺得是完轉工北纏 你看有多少的演藝界大咖出來喊話 周杰倫也出來說要在幹 周杰倫也說 五月天也說要辦 對不對 吳宗憲更出來罵人說 為什麼蓋了一個大巨蛋 不能辦演唱會 絕對有官商勾結 我要回應一下吳宗憲 真的有官商勾結 包含馬英九 包含好龍兵 包含柯文哲 包含現在的蔣萬安都要負責 請教他 義三哥 我就很好奇啊 台風天他說他還是進辦公室開會 因為黨內的線上會議改採線上 所以考量遠距會議的設備比較好 所以他還是到辦公室開會 為什麼你想說之前不是當市長的時候 還特別跑回家清冰箱吃飯 幹嘛沒官職的時候 就特別跑來開會 這幹嘛呢 台風天最好待在家裡 大家溫情提醒一下 課問者就是因為家庭生活不美滿 所以連台風天直播 你在家裡不能直播啊 也可以直播啊 他還要跑到所謂的辦公室 去開這個直播 而開這個直播開會的這個相關的議題 還開最近還談了所謂的大巨蛋 大巨蛋我特別要補充一下 議員在這邊 為什麼一定要特別補充一下 因為大巨蛋的現在的災難 能不能辦演唱會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柯文哲造成不是嗎 我要不要說大巨蛋 因為他的球場是在地下一樓 所以如果你打球沒問題 打球因為地下一樓的疏散 救難防災的避難的那個設施 會比較人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都是球場 只有球員 但是你辦演唱會 搖滾區就在球場上面 下面就1萬人 你怎麼疏散的問題 但是當初提到所謂 也不能辦演唱會 防災避難的設施不足的時候 你柯文哲為什麼 還是讓遠雄繼續蓋下去 為什麼不讓遠雄 先把所謂的防災避難的 這些相關的設備 相關的動線 全部規劃好之後 才讓他動工 就是你柯文准他動工之後 現在蔣萬恩必須去處理 如果要辦演唱會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疏散的問題 這變成是你把爛攤子 又丟給蔣萬恩市府 李四川現在頭痛的 也就是這個問題 如何在辦演唱會的時候 你的所謂的地下一層 1萬人要怎麼疏散 而不會導致到 所謂的踩踏也好 這些相關的 這些危機的問題 所以柯文哲 你現在講大巨蛋 其實所有問題 都是在你的第二任的任內發生的 因為第一任的時候 其實你有所謂的停工 要遠雄去做改善 但是為什麼讓他復工 其實你也沒有提出任何的一個改善措施 你就讓他復工了 這些都是你柯文哲造成的 結果你今天還可以再講大巨蛋的問題 一樣 跟幼稚園的案子不是一樣嗎 他現在所有他導致的問題 當然蔣萬恩也有蔣萬恩的問題 但是是不是第一案 就是你柯文哲的問題 結果你直播很瞎 直播掉瞎很瞎 你的現在流量已經剩下800多人 所以才要去開線上會議 看看有沒有多人一點 但看起來按戰術好像沒有 如果你問我說直播人數下降就算了 他們現在連同溫層的TikTok抖音裡面 柯文哲只要他的短影音 都只有七八十個按讚 七八十個按讚而已 是他們同溫層的 是抖音 是TikTok的 所以柯文哲 大家為什麼現在越來越 懶著討論他的原因是 大家看到他就會滑掉 都不想要理他了 所以不要認為說 幼稚園的事情是蔣安必須負的責任越大 因為蔣安現在是現任市長之外 他的流量為什麼那麼高 是因為大家已經都不想要理你 柯文哲了 好 所以請教他蘇培 你看我剛剛幫他查了一下這張照片 這個按讚人數還是有1.9萬人 還可以尚可 如果跟直播比較起來的話 那我想說你颱風天刷存在感OK啦 好啦就讓你說這個吃個泡麵嘛 反正就是喜歡吃泡麵嘛 開一下線上會議嘛 那你沒台不急又提一個大巨蛋 對他來講有幫助嗎 因為大家知道大巨蛋 可以說是大家對於柯文哲一個心中的痛嘛 為什麼大巨蛋沒有辦法開演唱會 不就是柯文哲害的嗎 就是消防安檢沒過關啊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說什麼呢 沒有人審北市府應該自己承擔 這個北市府講的是蔣市府還是柯市府啊 他好像已經忘記自己曾經擔任過台北市市長8年 大巨蛋就是在他任內停工 停工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在地底下10米逃生會有問題 所以把他停工 說他如果未來要辦大巨蛋的話 一定要去做一些改變嘛 要辦演唱會的話要7米啦 對不對 因為沒有 要辦演唱會一定要在地底下7米以上 才可以 但大巨蛋現在是10.5米 那如一三大哥剛剛所說的 演唱會最貴的票就在搖滾區 你打棒球的時候 打棒球那個本壘那個地方 對 你打棒球的時候 不會有人在內野 不會有人在外野嘛 可是你開演唱會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內外野嘛 淘汰就有問題了 淘汰就有問題了 所有的人 如果你開演唱會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要從哪裡出賽 從球員入場的地方 從球員入場的地方 所以你未來如果要開演唱會 你這個出口到底開得夠不夠多 消防安全到底逃生避難 夠不夠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柯文哲在第一任的時候把他停工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二屆 復工大巨蛋的時候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電腦模擬遠雄跑不過關 還說什麼委員給他的條件 太苛刻 跑到電腦當機 結果呢 柯文哲的都發局局長 面對很多的委員有異議的時候 直接不管啊 直接強硬過關啊 當成沒看到啊 就讓遠雄復工 後來在建造上面就注記 未來如果大巨蛋要使用 拿到使用執照的部分 要通過電腦模擬 所以這是誰幫大巨蛋 下的一個緊箍咒 就是你柯文哲啊 因為當時你要讓他建造復工的時候 他沒有逃生模擬過嘛 你還發給他建造讓他繼續蓋嘛 蓋到最後現在拿到使用執照的時候 他就是不能辦演唱會嘛 因為在法規裡面他就不行嘛 那當時讓他蓋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叫他調整 他昨天講什麼 你設計的時候啊 你就是沒有把大巨蛋 用所謂的多功能設計嘛 這不是就是你嘛 你當時要復工的時候 你為什麼沒有叫他改成多功能設計 對不對 你如果讓大巨蛋可以辦棒球 可以辦體育場 也可以辦演唱會 你知道嗎 他的一樓商場就不能那麼滿啊 但現在一樓的商場全部滿滿滿 所有的招商滿滿滿 你現在要怎麼改 因為你要往上逃的時候 你地面上就要有這麼多的空間嘛 你就是當時要幫他復工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嚴格設計 你要放水給他嘛 所以現在才會 那你那時候也是柯文哲自己注記的啊 是 這個案子等於是打死結 你除非要拆彈 全部都重新再重建 沒錯 沒錯 停工是誰 停工車 柯文哲 放水復工 8月8號 2018年放水復工 也是柯文哲 對不對 然後發現照也是他 全部都是你耶 那現在跑出來怪中央說啊 消防安全卡關啊 怪這個蔣市府沒有負責任啊 要現在負擔啊 是還說什麼台北市的這個消防安全 可以自己把關 如果這麼簡單 你當時就不用做這個注記了嘛 你當時就可以讓他過了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都是台風天沒話聊 把這件事情拿在 拿出來聊 然後這個民眾黨的議員 陳友誠居然講說 是廠商不敢辦 我覺得是完轉工北纏 你看有多少的演藝界大咖出來喊話 周杰倫也出來說要在 周杰倫也說 五月天也說要辦 對不對 吳宗憲更出來罵人說 為什麼蓋了一個大巨蛋 不能辦演唱會 絕對有官商勾結 我要跟 回應一下吳宗憲 真的有官商勾結 包含馬英九 包含好龍兵 包含柯文哲 包含現在的蔣萬安都要負責 好 但柯文哲吃泡麵來刷存在感 我可以理解 請教一下晃哥 拿大巨蛋來刷存在感有必要嗎 他說就像病人被撞到亂七八糟 被痛到急診室 包含也沒有用 該開刀就開刀 該止血又止血 問題就出在你身上啊 我要先譴責柯文哲 我覺得你就是個冠老闆 怎麼說 昨天颱風天 你沒有特別緊急 而重要的事情 你離開家裡到黨部去吃泡麵開直播 請問旁邊要不要有小編 要不要有人幫他拍照 那張照片拿到柯文哲自拍嗎 放好 那你沒事 你叫人家冒著生命危險 去上班幹什麼 這事情很重要嗎 我今天聽到網友說 因為柯文哲也想看分割框 不是 柯文哲你自己想冒著生命危險 那是你的主由 我沒意見 但是你不能叫你的小編 叫你的年輕人 你的年輕人幕僚去 跟你一樣去冒這個險 而且 重點是 這不是非常重要 非做不可的事情 你在家不能吃泡麵嗎 在家不能開直播嗎 還是你不會操作 你不會操作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現在政治人物不是 至少最基本的直播都要會操作嗎 好 柯文哲昨天講 他特別去講大巨蛋 是因為 我來告訴柯文哲 為什麼你現在直播流量會掉 你以前流量好 是因為你什麼都敢講 但是你現在什麼都在閃 幼兒園在閃 精華層在閃 所以你的流量會掉 這很正常 因為大家聽起來覺得 我想知道答案 或是以前那種 聽到所謂的阿伯 那種很辛辣的發言 都沒有了 那我幹嘛呢 你長得又不帥 對不對 那何必去看你 連這一次跟高歡碰面 也都沒有講了 真的高歡的關係 也都沒有說了 因為他現在所有的議題 他都在閃 那好 他昨天故意去挑大巨蛋 而且挑了一個是 根本台北市政府 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你的逃生避難 不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審就可以 你還要送到內政部去審 再來 他說大巨蛋就像一個病人 被撞得亂七八糟 送到醫院來 那我也不用想那麼多 先止血 該開刀就開刀 請問 大巨蛋當時是誰叫他停工的 就是你柯文哲而已 排刀 閈